想不想哪一天工资超过你丈夫 挣四万 如果你挣的四万比你老公挣的多 你会给钱给他花吗 你犹豫 哇塞真的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 你挣的钱比他多你会给他花吗 够犹豫 你少问我要钱了呀 男人不好意思开口的 包括他不给你他也不好意思说的 他已经犹豫了 所以你挣四万的话 你会不会给他花 他有急事可以给他花 什么叫急事 你已经回答了 就是需要 就是特别需要钱 或者自己钱不够的时候可以 比如说他想买台相机 缺个一两万 你这个抠门 借吗 可以吧 他特别不愿意 心不甘心 我觉得他心 他自己有钱 行 你行 活该你把你的钱亏光 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要给你挨挨纸 行 来第一轮选择取火力 是男人都不能留灯 有两个男人愿意借钱给你 三个男人愿意借钱给你 天生我有财 好 高松请问你是有什么样的自信敢留灯 我其实觉得这个女孩挺真实的 就是在我的夫妻关系中 我们也是这样自己花自己的钱 然后自己 自己 我觉得他的回答就是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真实的状态 但是我的确觉得他对他老公有点口 我唯一就是给你留灯的这个 就重要的理由 我是觉得我要坚持你去做一个测试的工程师 因为我觉得你浪 如果浪费了之前的技能是很不值当的 所以说这个我是要强调说 如果你能来我们公司的话 可能我依然给你提供的是测试工程师的这个岗位 当然我可以理解你被他的真实所打动 但说实在话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很不想做测试 没有 不是 我确实是想突破 我开始问了你那么久你说不干 我想突破一下 但是我其实也想说 如果企业家觉得我还合适做的话 我确实是 你这个善变的女人 不不 真的是这样 我问了你三次 大家伙我是不是问了她三次 你继续干那个测试不挺好的吗 我对测试的工作其实并没有那么喜欢 你能挣一万四的测试工作干嘛为了改行 我老公已经能养活了 真的要做运营是吧 那个原来的测试工作还干不干 原来测试不想干 这不叫善变 这叫从善如流 他是顿悟了 涂雷老师 他本来来的时候是愁愁满志想换一下 好 这是个很神奇的舞台 对 听劝了 做着十五位神仙 就那么几十分钟就把一个人 顿悟了 就是我自己的内心想法 不是说你们把我 不是我们 听见没有 跟我们没关系 对 你们就是你们的意境 对我也很重要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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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您自己顿悟了 顿悟啊 从善如流啊 来 第二轮选择去后来 好 还有一轮轮 直接进入弹琴 互相感情 谢谢 我们提供的是测试工程师的岗位 然后 薪酬 薪酬是那个一万两千元 地点是常常去那个旺京 你这个薪酬满意吗 一万二 满意 我觉得不满意啊 满意 我不满意 你我本来就敢同行 我上一份拿到了一万四 我干嘛不加的一万四呢 提到的那个阶段 老板会给我的 一万四还是要拿的 钱给不给老公用 可以给 别AA制了 AB制算了 AA制挺好 但他有亏了 我一定会帮他的 你何必要那样呢 放在一起管 不一好吗 结果你就变成了 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我的是我的 你的还是我的 你不就这德行吗 其实我有真不是抠的人 你不就这德行吗 但事实证明 你老公是正确的 如果不AA制的话 那股票亏的 可不止你一个人的钱 对 我现在 别吵鼓了 你没那天才 做好你的通信设计是吧 可以 好不好 好 来 考虑十秒 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高松第一次找人 找到人 开心 你的选择是 蜗牛睡眠 蜗牛睡眠 去吧